上班住世, 播決環軌 要學會審時度世, 鬥素鬥優秀 還要鬥奇珍易秀 職業鬥秀場 歡迎大家收聽阿寶主持的職業鬥秀場 上星期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是關於如何與同事相處 但其實篇文章未完, 還有下半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與同事相處的秘技 首先講一下, 如果有同事來找我講些八卦話 好像不聽, 又好像講不過去 應該怎樣做呢? 最好轉移話題, 盡量不聽 亦都不要發表甚麼評論 那些真真假假的留言匪語, 其實對工作是沒有好處的 亦都會影響個人的心情 然後自己又跟著做其中一個是非禁 如果你不希望別人在背後 一樣在講你是非的話 那你亦都不應該這樣做 很多人以為真的可以是非當人情 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時候都是很短暫的溝通 或者很短暫的跟一些人熟落 其實大家最後都會避開你 或者總之對你會比較小心 那麼, 讀者文責也曾經指出過 當同事想問其他人的八卦呢 你只是需要回應 哦, 是啊? 然後就轉一下話題 啊, 我今天五點前就要做完事了 趕著下班, 然後就盡快離開當時的情景 那你不回應的話呢 那些八卦講是非的人也都會覺得沒有人 時間久了, 就自然贏得其他同事的信任和尊重 另外, Forbes 的副比士雜誌也提醒 雖然八卦是人的天性 但是加入八卦圈呢 可能會損害你的專業 因為這樣顯示你沒有辦法自我控制 你的目標應該是在職場上面盡可能建立多些的聯盟 而不是傳遞其他人的八卦東西 你不要以為大家在吹吹吹吹說 其他人的八卦東西能夠加深你的感情 這件事其實大家心照了 吹完水, 大家就散了 不要真的以為人家當你是朋友 另外一本書名很長的書 叫做一出社會就該董的即長微社交 他就指出 如果已經沒辦法回避八卦的同事 譬如周圍都是 那就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 就是將焦點轉移到對方身上 譬如反問 聽說你們上個星期 搞那個Proposal很成功 通常效果都不錯 畢竟沒有人會排斥 聊天的時候 重點在自己身上 第二, 就是聽完之後 等八卦到此為止 不要再繼續傳播下去 亦都不要在當時做出一些評論 或者一些 discussion 因為你很難預測 對方會怎樣將你講過夜的東西 轉達出去 這件事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本身你不是想唱人 可能被人說了說 你曾經這樣講過 加點減點 這樣就對你自己很不利 下一件事要講的就是一個叫做 魚亮情結的東西 什麼叫魚亮情結呢 就是講三國時代 周瑜和諸葛亮的故事 因為諸葛亮這個軍師實在太強了 周瑜雖然跟他接近奇古相當 但諸葛亮總是往往勝他一籌 周瑜曾經說過 既生魚何生亮 為何有我周瑜 又要有個諸葛亮出來呢 這樣 這個情結就令到有妒忌出現 其實為何這麼難解決呢 就是因為除了當事人的心理感受之外 有時老闆呢 都會刻意去營造內部競爭的一個氣氛 令到那個情況更加白衣化 的確有不少公司呢 在一個部門裡面分兩三個團隊 然後就等他們的頭 在這裡打生打死 等他們互相有所謂的良性競爭 但是對那些同事來說其實壓力都很大 那應該怎麼辦呢 其實換一個角度想想 在跑道上 究竟是專心望向眼前的目標跑 還是一邊跑一邊 轉頭望向其他對手的進度 更加容易成功呢 其實答案是很明顯的 遇到一些表現跟你差不多 奇古相當的同事 最好的做法 就是將他們當是自我督促的動力 如果對方態度惡劣 競爭意識很高 很competitive 很想弄死你的 更加有效地激起你的戰鬥意志 令到自己可以有那個 絕對不能夠輸給那隻東西的感覺 加速地令自己前進 但是如果對方 甚至跟你可能是朋友的 只不過大家同時間是競爭對手 不是你死我活的話 就可以升等成為保持風度的一個君子之爭 畢竟呢 共同的目標應該是對外作戰 打贏外面的對手 而不是向內有內戰 如果在自己的圍圍那裏都打生打死 有時可能會兩敗俱傷 將眼光放遠一點 有時都有助於打開你的視野 如果一定要計較 跟別人的競爭對手 誰贏誰輸的話 其實是不是你的人生呢 人生不是在這個站 你可能轉頭轉工 可能對方 家裏有事 要離開這間公司 即是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 不要將那樣東西 變成你唯一人生的意義 尤其是 其實有很多人 是作為一個旁觀者 是等著你們打生打死之後 他可以預言得利的 好 跟著就在這裏 和大家研究一個 幾難搞的issue 就是如果同事對我有意思的話 應該怎樣保持距離 然後繼續一起做事呢 其實就不需要主動攤財 如果有什麼困擾 或者真的有騷擾到你的話 就可以私下 就說定給你們的主管聽 如果 招直相處的同事 真的對你產生感情 就不太建議 就主動去講穿這件事 一來就很難確定 究竟他是暗戀你 還是你自己自作多情自戀 二來是攤牌之後 就只會大家都尷尬 兩個人其實很難若無其事 一起繼續做事 如果你已經心有所屬 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話 就不妨間接表態 例如擺出和另一半的合照 或者請另一半來接你下班 又或者主動在聊天的時候 就聊起你自己喜歡的對象 就不刻意去迴避對方 要營造出不是特別針對她的感覺 對方自自然而就回到同時間應有的位置了 如果對方已經開始很猛烈地去追求你的話 就立即第一時間選擇一個適當的機會 很溫和很冷靜地表明立場 如果已經開始對你造成困擾的話 就真的要私底下跟直屬的主管說定先 以不希望影響到工作表現的理由 就希望主管就代為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例如換Partner 事先說定給主管聽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怕被對方反咬一口 說你騷擾她或者你勾引她 即是有鼻無患 下一個要講的issue就是 去到一個新環境初到季境 究竟要怎樣融入一個團體入面 怎樣fit in呢 扮熟呢 或者亂講笑 甚至是急於表現的行為 最好都是不要做著 只要態度友善 適當的時候回應 慢慢加入大家的談話 就是一個基本禮節 有一個長期指導新進員工的公司經理 曾經提議過 新人最好就好準備在第一日報道的時候 在部門怎樣自我介紹 在那一刻就幫大家對你建立一個正面一點的印象 去到你新的位置 一定要主動向附近的同事打招呼 再做一次很簡單很輕鬆的自我介紹 亦都發一個email給大家 告訴大家我自己的手機號碼 電話分機聯絡的資訊 做一個正式上班的開始 這些動作呢 你覺得可能很奇怪 但其實是能夠幫你建立到一個存在感 亦是有些問題請教同事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開口一些 就不會當你無道 這位經理亦都提醒 注意禮貌是一件事 但周圍拜碼頭送禮請客 就大可不必了 如果沒有適當的理由 其實就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揣測或防備 反而呢 就自己拿來衰的 那好啦 最後要說的一件事就是 被一些老油條看死 其實就真的不太疑 但首先就要提醒自己 不要變成他這樣 亦都可以想一想 其實他說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被一些前輩在那裡 呃... 或者你可能會覺得他在那裡裝作 呃... 就是... 做這個師兄 那... 就建議你首先 釐清一個問題 我為什麼這麼在意他的看法呢 如果他是主管 他是經理 是你老闆上司的話 無論看起來是怎樣 這樣衰法不行 能夠爬上這個位置一定有他的道理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個同事 跟你是同級的 但是做得久過你的話 那真的不太需要介意的 講得現實一點 你可以將辦公室裡面的人 直接分為老闆上司 或者不是老闆 呃...兩種人 呃... 除非犯下大錯 如果不是... 那些不是你老闆的 就算是老油條也好 哪個都好 對你的觀感 不會產生很實質的影響 的 但是如果對方的態度已經... 影響到你的工作情緒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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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一些... 把... 那些... 那些老油條呢到是... 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他已經來了十年,人工多了你一點點,職位可能高了你一點點,那就已經很開心了 可能他已經達到你生涯的高峰,未來呢,其實你是可以超越他的 你年輕過他,就不妨去記住他現在的樣子,提升自己將來 千萬不要變成像這些老油條那樣,像自己做得久,就爬文爬武 其實他的位置,都不過是高你一點點的 但是如果有個所謂老油條,經常反覆提及你某些缺點,其實是一個警號來的 因為在辦公室裡面,聽到真心話的機會,其實是很少有的 有時想一下,關你什麼事 就到,不如想一想,其實他在說的是不是真的呢? 呃...有些人去批評是...呃...很敏感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一想,他說的話可能真的有他的道理的話 那你真的要學習一下自己反省一下 就算沒辦法對這些批評有什麼心存感激 那至少...呃...都要分清楚究竟他是無理採鬧 還是其實他在代錢進來袋 如果...呃...能夠反省過,甚至改過的話 那些被人罵的日子,那些經歷呢,才算得上是有價值的 好啦,今天講的是這麼多,希望幫到大家 好啦,如果大家對這方面的資訊是有興趣的 這篇文章也都在我的Facebook Page那裡 大家只要在Search Box那裡打AMS400或者打職業鬥秀場都會找得到的啦 好啦,就這樣先,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